大家好,欢迎来到平静宇宙之爱频道 我是平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是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些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11月19号是满月的日子 那么这个满月呢 有点不同于寻常 它是一个日时的满月 在满月的时候 对于灵性开悟的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么在满月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一些manifestation 就是给月亮许一下愿 因为这个时候月亮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在19号一般在满月的前两天和后两天 那就是在这五天的时间里面 这个能量 这个月亮的能量都非常强大 我们在这个期间 或者是许愿 或者是显化 或者是要增强自己的能量 或者是做冥想的时候 你都会得到非常大的这个能量的获得 我想交给大家呢 是我在这个喜马拉雅灵性导师的指导下 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做这个灵性 不光是灵性起悟的人 而且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有帮助的 第一点 在这个时候 在这五天之间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能量 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黑暗的能量出现了 那么我们就要避开 避开这个黑暗的能量 这个黑暗和光明 它总有一个转换的时候 在这个转换的时候 我们要回避 如何回避 就自己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呢 咱们也不要就是去看一些新闻 因为新闻有的时候 转换都是很多负能量的东西 这个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心呢 一个瓶颈下来 有人来找你麻烦 就是故意来找你擦儿子之类的 你就让他过去 不要跟他直接的对窗 就跟你这个 他过来了 你打太极 你让他还 就让他自己沿着你的浮线过去 而且你不要跟他走直线 不要跟他对 然后这个 咱们太极的都是浮行的东西 都是圆浮的一些东西 圆滑的东西 然后你就顺着让他过去 不要去抵创 也不要去正面对窗 因为这个时候 你去对窗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你把这个问题就扩大了 然后你老子思维里的东西 就是如何给他对窗 然后你吸引的 也就是成了一种 什么麻烦啊 争斗啊 然后愤怒这些 又给你吸引回来了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需要的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在家里 做一些冥想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要练习呢 都是grounding 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根 连接在地上 让大地把我们给hold 把我们给紧紧的抓住 就是你要练习 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练习呢 我们就一般就讲 呼吸 深深地呼吸 然后慢慢地呼出 然后就想了自己 你可以双手轻松地放在腿上 或者是回听一些 我以前的这个冥想的音乐 放在腿上 然后吸气 然后慢慢地呼气 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以后呢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祈祷 然后一些许愿 这个时候我们的祈祷呢 就不是为个人了 因为这个数字能量是非常大 我们祈祷为这个人类的世界 为战争的那些 为正在处于战争和战乱的人们 让他们得到和平 为这种自然灾害的人 他们能够得到帮助 就是这个整个 就是说为这个整个地球 整个人类做一些祈祷 Peace, Love, Positivity 就是说让地球有更多的爱 更多的和平 更多的正能量 散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所有的人有更多的爱的时候 这个地球 这个社会 这个整个人类就少一些仇恨 少一些愤怒 然后我们会得到的是什么 都会平和 都会幸福 为人类 为大的 为整个大世界 祈祷 第一 保护我们自己的能量 第二 祈祷 为整个人类 为这个地球来祈祷 然后把你的正能量 送给宇宙 完了之后呢 你在这五天之后呢 老天爷自然会 回馈你的 因为我们都说 这个人在做 天在看 那老天爷 是看着你在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为这个光明 祈祷 为光明 来得更快 为光明不再受 黑色 黑暗的阻挡 而祈祷 这五天 这短暂的五天 过了以后呢 你所有的 你个人的 许愿 你个人的 请求 老天爷自然会 回馈你 感谢你的到来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请你订阅 写下你的感受 写下你的 这个 想法 其实我非常 希望看见 大家能对 我的这个频道 有些什么想法 或者你有什么 问题 我呢 可以根据 这个朋友们的 这个提问呢 做一些 就是说实用的 更加 对你有用的 一些视频 Namaste 感谢你的到来 祝福 感谢你的到来